是我新的开展牌 明天大家就要放假了 马上就是明天就是清明节了 这期是王硕的 我是你爸爸 干嘛聊这本书呢 我是前几天在吃饭的时候 我突然想找一个下饭的电影 在B站上我看到了那个王硕的一部电影 叫我是你爸爸 画质啊非常的 委婉点说 叫非常的不拘小节 让我找到了小时候在校外的那种录像厅里面 隔着那个毛玻璃 偷看史太龙的滴滴血的那种感觉 可能比那个画质还要差一点 所以我就想这期我们聊一聊 王硕的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是佛晓干颖的 导演是王硕 老感觉我在骂人啊 王硕是北京的那个大院子弟啊 什么是大院子弟啊 就是大院子弟跟 其实有点像那个台湾的那个眷村 他们也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 他们中出了很多的文化圈啊 电影圈里面的一些 现在都依然非常有名的一些人 甚至他们中的这些人啊 占据了整个影视圈文化圈的半壁的江山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 他爹就是跟着他们这一拨人里面的某一个混的 然后虽然他没有混出名探了呀 但是就是我听我同事讲过很多的他们之间的一些八卦呀 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想丹丹的一些民人 我是你爸爸这部片子佛小刚是参与编剧了 其实佛小刚最早的时候还是一个美工 是王硕把他给带出来的啊 王硕跟叶金是发小 但后来他们仨的关系呢 就是闹得也并不是特别愉快 就是有很多的段子调侃他们的 就是叶金说佛小刚才叫缝裤子 90年代很多的电视剧跟电影都有王硕参与的 但是有个电视剧叫可万 那个8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都看过 我小的时候特别的火 毛二敏唱的那个主题曲 可万火了之后 王硕觉得这还能赚钱啊 然后就找马卫都啊 跟马卫都好像应该是两个人传播了 搞了这个编辑部的故事啊 马卫都应该是没有参与编剧的 我不知道 反正佛小刚参与编剧了 编辑部的故事火了之后啊 这部剧捧红了很多的人 这部情景喜剧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应该是我看过的 应该是最好的 而后来北京人在纽约 就捧红了另外一个大院子弟 就是姜文 姜文也是非常典型的那个大院子弟啊 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讲的就是他们这拨人的生活 阳光灿烂的日子 就是王硕的那个动物羞猛改变的 讲的就是他们的当时的那种 非常的激进的一些生活 所以现在看你会发现啊 他们都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在里面啊 王硕 冯小刚 姜文 他们都喜欢那种有一点特别平的 耍嘴皮子的 但是有一点幽默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都特别喜欢讽刺 都有点那种不太一本正经的感觉 跟其他的导演可能就不太一样 当年大院子弟出了影视圈的半壁江山 王中军 王中磊 也是跟王硕说好像是一个院的 后来他们这个出了国赚了一些钱 回来搞了个电影公司啊 应该就是华谊兄弟 他们圈子里的名人有很多啊 许晴啊 什么徐晋雷啊 都是啊 徐晋雷好像早期是混那个摇滚圈的 崔健啊 也因为父母都是文工团的 最后搞了音乐 马卫都可能年纪大了点吧 当过编辑 没有那么匹啊 然后最后搞了古董 还有陈鸿啊 郑小龙啊 葛优啊等等啊 他们有些不一定是 那个身份是大院子弟啊 但是只是跟他们那一波混的啊 他们这帮人是当时接触新鲜玩意儿 新鲜文化 比较早的 比较前卫的那一批啊 一般的人当时是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的 什么流行音乐啊 什么一些比较前卫的一些小说啊 国外的一些电影啊等等啊 他们都能接触到啊 但是那个崔健说过 就是他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些 从香港那边过来的一些 非常的摇滚乐 很早很早就接触了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摇滚乐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他们的眼界啊 是比同时代的很多的其他的年轻人 特立特性在里面 关于大多数家庭的那部分 就是爸爸跟儿子两个男人之间的那种对立 父权家庭里 男孩子的反叛 但又很特立的那部分是 这个爸爸是有点那种 穷酸的半吊子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形象 儿子又是胡同里面长大的那种 有点浑的那种男孩 但是他不坏 有点看不惯特别虚伪的那一套 他们都是在旧的传统思想 跟新的思想交替过程中 走在最前面的 但是又玩不好这套心的思想 特别的憋脚 心里呢还是有点老土 又想学开明 想学那种更加的西方的思想 不伦不类的最后 马林生跟他儿子马瑞住在胡同里面 老婆离婚了 马林生呢在书店里面上班 那时候书店上班应该算是铁饭碗了 应该是公务员性质一类的 马林生看过一些书 心里有些知识分子的酸臭 说话呢也一套一套的 谈起道理特别的拿手 但是自己混得也不好 遇到事也怂得很 还有些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 假的文人的风骨 人不坏 跟谁呢都处得挺好的 我在胡同里面也住过很多年啊 现在这种人不多见了 大家都去赚钱了 但是偶尔还能从几个大爷身上 能感受到那种 隐隐戳戳的他们的影子 有点像谁呢 有点像老舍的那个老李 儿子马瑞是哪一种呢 就是打小他有一套自己的那种 很硬派作风的思想体系 这套体系啊 在《大院子弟》里面啊 是成风气的 有些江湖义气在里面 有些看不惯那种虚伪的 放起魂来呢 也是够流氓的 他不像他爸爸那么窝囊 他更加直接 也更加大胆 也更加的冲突 电影里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马林生被老师 叫到学校里面去 就是因为马瑞啊 把他们语文老师 一个特别的一言怪气的 刘老师给得罪了 马林生进到办公室 第一件事就是 啪删了那个儿子 马瑞一巴掌 不问缘由的 首先特别怂的 向老师道歉 老师是有权威的 而且老师不能得罪 不然会给自己的孩子 穿小鞋 所以这概念啊 在马林生的脑子里面 特别的顽固 以至于对错 他不重要 大人永远不会 错到哪里去的 这是他的逻辑 这一巴掌是表态 表示家长的开明 不互短 不互独子 这一巴掌不是教育儿子 而是表达自己的态度 儿子呢 就是自己表达态度的一个工具 啪一巴掌 小说跟电影里面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大致的故事 是差不多的 刘老师是一个 很不好惹的 这样的一个中年的妇女 她把甜不知耻 念成了瓜不知耻 马瑞淡着全般的面 把她给这个错误 给指出来了 刘老师面子下不来 就觉得马瑞 在课堂上搞破坏 刘老师这里是这么说的 这段话 小时候经常听老师说 有的同学就是爱显示自己 好像自己比谁都聪明 你真懂了吗 你要真的全懂了 那你还坐在这干嘛 不要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换的 瞅着谁都不如你 这种自以为是 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 老师最不喜欢 这种人将来没什么出息 刘老师说话就是这种 不带单字 但是我总觉得 就是有点特别损的 那种感觉在里面 晚上说在很多的小说里面 都讽刺过这些事情 在那个《看染剧很美》里面 也讲了大人跟孩子之间的 这种最早的 真实和虚伪的这种冲突 他们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会产生很多的疑惑跟愤怒 闫德昌在那个电影的《一一》里面 也是一个小男孩 叫闫阳 被自己的班主任冷嘲热讽 什么玩意儿啊 这什么玩意儿呢 拍意大利是什么东西啊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这就是他们说的前卫艺术啊 看不出来啊 来来来来 大家拿去看啊 欣赏欣赏啊 什么啊 看都看不清楚啊 这就是艺术啊 这还挺花钱的哦 艺术赚得了钱哦 赚钱拍那都干嘛啊 我们就有抓个神经币 对嘛 来来来来来 大家看啊 想不到啊 他还是个大师啊 我们学校里难得一见的天才啊 你不是挺会说话的吗 跟谁学的 跟你爸学的 回去跟你老爸说 你逃课被我活逮了 电话在这里 打电话叫他来救你嘛 不敢啊 不打你就给我一直罚站哦 瞪什么的 你还敢瞪 转过去面对墙壁 没大没小的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佳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 也戏弄了他们的老师 好像是佛晓干演的那个老师啊 那个也是玩硕的动物修萌改编的嘛 上课 同学们好 好 不要笑 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 坐下 谁让你离开所为的 无佐是无据 回去 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 懂吗 懂 胡老师 谁是班长 给我回来 谁问你了 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 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 下课之后 把这堆没球都搓到外面去 大家把书搬到第三十五页 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图条约 中 清政府 俄 沙俄政府 尼布图 何为尼布图 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 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 这是谁干的 谁干的 这是什么意思 谁 不是我 不是我 您让我手干净的 都把手伸出来 这会儿 你说 算了 不说了 算了 不说了 你说 不要怕 我说那个 他可能是怕那帽子 再被风吹走 我说他逗你饶子 我问他你是谁 那我可不知道 这种跟老师对看的气氛 现在会逐渐的削弱了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 还是非常常见的 现在的老师的素质 跟专业能力都非常的规范了 也外上高了很大一截了 孩子家长的教育 也都跟了上来了 我小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有会有一部分 小部分的上来年纪的老师 自己个人的能力 并不达标 经常把家里的不如意 或者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一些不痛快 带到学校来 然后转嫁到学生的身上 你看我现在普通话 大家说我普通话不标准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那时候 都是用翻言教课的 到中学以后 我记得才开始要求学生 教育局才会开始要求老师 必须用普通话上课 但是有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师 已经学不会普通话了 但是他们也不能下岗对吧 他们就像有那种非常憋角的普通话 叫我们上课 那个时候 普遍的家庭条件 都不是算特别好的 父母的受教育的程度 也都是很低的 你像我家 像我妈那种 教育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还会好一些 有很多的父母那时候 大家也就是初中毕业 小学毕业 根本不会教育孩子的 只会干嘛呢 只会打 只会揍他的 像一些老师的 老师说什么 他一定是对的 于是就有了很多的这种对立 父母觉得自己没空管 也没法管 那扔给学校 那就是老师管 那么老师呢 一部分是传授知识 另外一部分就是父母的角色 那老师呢 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揍他 就是很多父母是很开心的 就是把儿子送到学校去 一定要跟老师说 没事 你把他死里打他 给我狠狠的揍他样的 我印象中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 有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 就有一次我被留在学校里面做试卷 什么时候做对了 什么时候就回去 最后大家都走了 就剩下几个渣渣留在那里 有道题我怎么都做不对 一道数学题 后来我妈来学校里面找我了 她帮我算了一下那个题 结果她的答案跟我的是一样的 她就去找老师 老师碍于家长的面子 自己也算了一下 发现我们做的一直都是对的 我做的一直都是对的 他就是老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按照班长的那个答案啊 月卷的 因为我们班长成绩比较好 总是第一个交卷 老师呢 班主任那个数学老师可能信任他 就拿他的作为标准答案 就经常是这样的 这些都无所谓啊 我都是就是觉得无所谓啊 我只是觉得有点很好奇 明明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那班上的那其他的几十个孙子 是怎么一个个答对的 这个错误的答案 就是 为什么大家都能错到一起去呢 我不明白是吧 这件事苦恼苦恼了我很多年 后来这个老师就经常给我穿小鞋 有一次找我到办公室里面 问我是不是在同学之间传他的坏话 这个数学老师是我学生生涯里面 就是遇到的唯一一个让我有点反感的 这样的一个老师啊 我我觉得我遇到的绝大多数老师 尤其语文老师都是很好的 这个数学老师确实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其实是跟我们家还算是有点认识的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当时体罚学生的手段啊都特别的损 拿个尺子搭在学生的手上扎马布 尺子上面干嘛呢 放一个粉笔 粉笔掉下来了就加十分钟 而且他还特别的喜欢体罚女学生 班上的同学都特别的害怕他 就有一种 就是久了之后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当时班上的很多同学 有一种奴性的那种恭维他 什么叫奴性的恭维啊 就是他体罚学生的时候啊 其他的孩子都带着那种 谄媚的跟着他一起笑 就像是追随他一样 就感觉老师这么做 我不跟随他笑的话 我感觉我跟老师不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只要是上他的课 所有人都是很压抑的 就有种高压的那种感觉 就像在做噩梦一样 当然了现在的学校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很少很少 可能会有极个别的个例了 就整个大家的心里会健康多了 回答小说啊 马林生一定是站在老师这边的 他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马瑞 他天然的认为老师一定是对的 因为大人一定是比孩子更加对的 这种对立是无解的 大人的做事总体会比孩子更加迎合现实的世界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在孩子的时期啊 在孩子的时代里面 我们一边教育他们要诚实勇敢高善 但是自己却很难做到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冲突 小金阿尔兰在他的电影《我出生了》 但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我之前好像也聊过 就是儿子在家里面觉得自己的爹 特别的伟大 充满着骨气 是自己的版样 特牛逼 直到有一天在路上看到自己的爹 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的 像条狗一样 无比产妹的样子 而且那个领导呢 还是跟自己关系特别不好的 那个同学的爸 父亲的整个的那个形象就倒塌了 但是成年人知道自己的无奈 孩子呢 却有他的孩子的 世界里面的一种认知的体系 他形成了一种冲突 马林生要儿子马瑞向老师道歉 马瑞觉得自己没有错 他确实没有错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无解 最后马林生帮马瑞写了一份检查 要马瑞抄下来交给老师 马瑞不抄 马林生就要打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马林生这样的爸爸 他其实是挺无能的 但是又希望自己能够带给孩子一个更加了不起的一个形象 在现实中可能他获得不了认同感 街坊邻居都不太拿他当回事 在电影里呢 他打儿子了 被胡同里的一个邻居领着胳膊教训 就是趴在地上像个憋三一样的 按在地上不能动 只能靠嘴巴上逞强 电影里这段改的我觉得特别的好 比小说更好 马林生其实很迂腐 但是呢 他又因为看了几本破书 好像觉得自己有了点想法 有了一点前卫的思想 觉得跟儿子老师这样的对峙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想学习更加开放的 更加自由民主的教育 想要跟儿子做到一个平等 就是拉着儿子说 以后我不是你爹了 我不是你爸爸了 我们是哥们 我们是兄弟 完书原著里面 马林生是这么说的 马林生不乏憧的说 让我们像一双好朋友那样 友好的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内 互相照顾 互相爱护 不论大事小事 共同磋商 一起斟酌 互相之间 谁有了什么缺点和不足 都能坦率的给对方指出来 帮助对方改正 有了什么冲突和摩擦 也能像国与国之间 处理问题一样 在充分尊重对方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 一起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加以讨论 摆事实讲道理 本着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原则 在互量互然的基础上 谈判 解决大国小国一事逃人 既不纠缠历史老战 也不以武力向威胁 马林生说的 托姆星子四见 马瑞听的目瞪口呆 王硕的词加上冯咬干的那个 有点不太方便描述的那个样子 就形成了一套非常讽刺的 这样的一种表演的风格 一本真经的在那里面扯淡 编辑部的故事就是这种 自我嘲讽的精神让他活起来的 这个在冯咬干后来 自己的一些电影里面 也是那种感觉 加文在那个有话好好说里面 也是这种感觉 有话好好说很奇怪 他很不像张一谋拍的 就是跟张一谋的其他的电影 都不一样 加文跟编剧王树瓶的风格 我觉得占了更多的比例 所以有话好好说 导演虽然是战艺谋 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加文的片子 马林生以为能跟儿子打成一片 但是爹就是爹 儿子就是儿子 我就是你爸爸 永远不能真的平等 有一天马瑞请了一帮 学校里面的朋友 来家里面吃饭 喝着酒叼着烟 马林生回来了 就是他专做很无所谓的样子 搞了一副非常开明的样子 也坐在桌子上 跟儿子的朋友们一起吃饭 试图跟儿子的朋友们一起聊天 聊一些很时髦的话题 哪个姑娘长得漂亮 哪个发型好看 其实都没用 就是两个时代的人 不会真的成为朋友的 马林生就是玩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平等的交流 终于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你融入不了孩子的世界了 他就是两代人 你再试着把自己搞得跟孩子一样的 时髦 以为你进入他的思想 进入不了 你永远就是个爹 马林生最后终于还是担回了爹 他一直对儿子的一个 上了锁的那个抽屉 觉得特别的好奇 就是我是爸爸 怎么能允许儿子对自己还有秘密呢 就这太不坦诚了 他跟儿子称兄道弟就是为了坦诚 结果儿子并没有真的跟他坦诚 跟儿子做兄弟呢 就是为了什么事都知道 但是现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上了锁的一个抽屉 这就是老子跟儿子之间的不信任 就是人与人之间 老子和儿子之间 怎么能没有不信任呢 马林生就趁着儿子不带 就想要撬开这个抽屉 结果被儿子给发现了 那下他苦心经营的这个 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平等啊 开明的父亲形象 一下子就毁了 马林生是个绝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的人啊 这不符合老子的形象 老子怎么可能向儿子认错呢 马林生索性当着儿子的面 撬开了抽屉 把里面的日记香烟都掏了出来 也没发现有什么借不得人的东西 充其量有几本不能看的书 但是这件事让他彻底呢 把儿子给真正的得罪了 检查孩子的东西这件事啊 这个是很多大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我觉得现在家长可能会好多了 不会这么干了 就我小的时候 我爸把我藏的那张所有的什么磁带啊 什么小儿书啊 全给我砸碎了 撕碎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跟我爸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吃饭啊都是躲着他的 都不跟他说话的 那时候我 那一下我恨不得打他 就是我是你爸爸里面 马瑞也是拿着一个扫把呀 就想打他爹 但是呢爹还是爹 就真不敢打 还是给犯下来了 马林生其实活的 就是他也很没有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他离婚了嘛 就一个人带着儿子过 他这个人呢 有一点迂腐 他在书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啊 看上了一个白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对别人呢就想入非非 就是跟老婶写的那个老李一样 要幻想隔壁家的那个寡妇 他把自己啊架的挺高的 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呢也不愿意服输 下个棋啊打个什么羽毛球啊 都要跟儿子斤斤计较 老婆离开了他 马瑞把同学的一个妈介绍给了他 想要他再就是二婚吧 过得潇洒一点 这样呢马林生呢就不会整天啊 就是就是缠着自己了 好歹有他自己的生活 介绍的这个女人还是挺漂亮的 也特别主动挺风骚的 马林生这个人平时他喜欢专模作样的 这要遇到了一个主动的女人啊 大胆一点的想要跟他好啊 其实他也怂了他特别的怂 底子里还是一个有些自卑的不敢表达 也不痛快的这样的一个人 人生没做过什么重要的大的决定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里面啊 靠想象活得太久了 想象有那么个白衣天使 跟自己精神上啊 隐隐狗狗的 平时对儿子呢 呃掌握的游刃有余 说话占上风 打球耍赖皮 下棋呢也不服输 动不动就拿儿子出出气 走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悲哀的一个小市民 不敢与人斗 处处很小心 就是有人欺负他儿子了 就在在电影里面啊 他操了块板砖 出去要揍人家 看到别人的时候呢 佛小汉就是 找了个事儿 找了个茬儿 转身就走了 把板砖也给扔了啊 特别怂 从不得罪人 说话留有余地 得到一点小甜头啊 别人稍微夸他一下呀 嘴上说着不在乎 其实心里啊 特别的在意 特得意 有机会呢 也特别爱秀一下自己啊 逮着几个姑娘 几个老寡妇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爱秀秀自己看过几本书 常常试图在京城上占据高地 看不起一些俗人 自以为自己有点骨气 其实呢 活得比谁都更加的憋屈 一点也不洒脱 他邻居骂他呀 虽然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染了一身知识分子的坏习气 王硕写的这个有点自卑 但是又试图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找到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 爸爸的形象也很常见 他驾驭不了外人 驾驭不了别人 别人也不让他驾驭 驾驭不了生活 因为生活过的呢 也没一个方向了 驾驭不了自己的老婆妻子 老婆妻子也离开他了 最后他只能借着爸爸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试图在自己的儿子身上找到一种存在感 找到一种价值感 找到一种优越感 但是还是失败了 就发现自己连个爸爸都做的特失败 马力生彻底的放弃了担这个爸 他再也不管马瑞了 爱谁谁 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马瑞被回头里面小流氓给打了 这帮孙子平时就特别喜欢欺负马瑞 抢他的钱 马瑞急了带了一把螺丝刀 就去跟他们一起干架 被一群人打进了医院里面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他爸马林生 小时候的最后法院判马瑞 到底是跟他爸爸生活呢 还是跟他妈妈生活 这块马瑞说出了他的真实的想法 马瑞其实是讨厌他爸爸的 但是他也未必真的喜欢他妈妈 他觉得跟谁都一样的 再怎么样 你都不会真的恨自己的爸爸 你要问你爸爸是不是打过你 没错 我觉得所有的父亲 最起码我那个年代出生的 应该都打过 是不是经常不好好做饭就下个面 没错 马林生就爱吃个面 是不是不经常买衣服 也没错 对男人根本想不到这些事 可是还有很多的好的时候 很多好的地方 但是那些东西嘛 似乎像马瑞这样的孩子 他是说不出来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 他是感觉上的 马瑞既能明白他爸对他好 但是在当下呢 又充满了分歧跟恨意 是相处方式的问题吗 也不是的 因为马林生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觉得每一个爸爸都应该也试着做过一些改变 和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吧 尤其现在的 以前的爸爸可能没这个觉悟 双方也强迫过各自 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我是你爸爸 这本书我不知道00后看的话会不会有同感啊 反正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80后来说的话 是很有感触的 这种跟爸爸之间的矛盾啊 是青春期特别复杂的一种情感 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啊 一直其实都是非常的差的 我妈妈就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啊 不不断的这样子迂回相互讨好 我到了快30岁的时候 才勉强跟我爸爸达到了一种平等 他在真正的小部分的认同我的话 会跟我进行一些沟通 在此之前他永远是不屑于听我的话的 他天然认为他是老子 他一定懂得比我多 他宁可相信一个局外人说的胡说八道的话 也不相信我说的 这很奇怪 因为他成习惯了 在他的意识里面啊 似乎我知道的都是他给我的 他是高于我的 直到我们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了 我来北京了 而且随着年纪啊 我离他也越来越疏远了 不管是生活上的 还是想法上的 都会越来越自私 越来越陌生了 到这时候啊 他先意识到了 想要开始跟我说话了 然后放下了他爸爸的形象 但也不是什么妥协吧 只是他过去的不满啊 现在已经在我这里啊 得不到任何的反馈了 不管是我认同还是反抗 都得不到一种反馈了 过去的话 我可能反看他 就是他不爽 接着揍我 那也是一种反馈 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他不再像他以为的那么了解我了 他想要更加依赖于我了 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他想要的一些东西了 于是他不得不向我低头 而我也同样发现啊 我也许并不了解他 这种不了解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我以为他是我爸爸 我们好歹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嘛 我应该绝对的知道他的想法的 只是过去啊 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想法罢了 其实我错了 我也并不是真的特别的了解他 当然这里也包括我妈了 哪怕他们并不是那种非常复杂 深刻的那一类人 但是我发现我其实也并不了解他们 我觉得这依然是两代人之间的天然的 一些随着年龄到了的一些无解的隔阂吧 相互的天然的不可理解 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 那这一期我是你爸爸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